中国一艘民营的载客滚装船 就可载送整支部队 解放军持续施压台海 新美国安全中心兼任资深研究员 徐卡特推文表示 现在有七艘民营的滚装船 离开通常运行的黄海 驶向福建沿海 疑似参与攻台演练 未来作战 部队按时投送到位 是赢得战争的基础和前提 一艘大型的客户滚装船 船舱至少可载运三百辆大小车 约一千五百名乘客 容量惊人 解放军就曾利用过 中华复兴号滚装船进行演习 船上不只搭载主战装备 还有医疗车和工程车等支援 法国媒体情报在线也报道 中国为了进一步制定对台策略 以展开海外勤修工作 白国称是中方的军事行动 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常态 才让台海局势升级 北京不满 隔空反击 但美国媒体已披露 拜登政府拟要求国会 批准一项规模高达 十一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白公强调会支持台湾自我防卫 但解放军持续刺探底线 台海紧绷情势恐难以降温 三地新闻陈思伟报道